波罗有了以后 最重要就到达波罗蜜 波罗蜜就是祥和的境界 因为我们都说凡尘是苦海 所以都把波罗蜜比喻到彼岸 就是已经到达清静的彼岸 已经到凡 已经度过中流 已经到达彼岸了 所以波罗蜜就是祥和的境界 后学说讲 因为有听过从印度回来的道亲 他们就讲 说印度他们做完一件事 或是跟人相见相遇的时候 他会讲波罗蜜 当时他也不知道是 为什么在讲波罗蜜 那不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道彼岸 然后他们就是 有一种有一点自乎祥和 我已经回到家温暖的波罗蜜 就是那个意思 那我们就是了解到 波罗蜜祥和的境界 重要就是要祥和 那我们在缓整 这个祥和的气氛 有时候就很容易被破坏 那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把握 时时刻刻都在波罗蜜的状态 就是祥和 好